他不跟你说话 那个时候他以前不跟你说话的人有谁 他可以跟你说 潘医生 他说 我帮你打 他说 我还要打屁股 我说 我从来没有打过屁股 可以不要打屁股吗 而且是女医生 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说亮话 播剧频道 我是郭亮 我是慧玉 记得点赞和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的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干杯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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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班 其实今天的话题蛮简单 我觉得蛮适合你的 是吗 为什么 就是做艺人是不是很风光 是不是很好赚 为什么我讲比较适合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 阿姐是很早也有培训班什么 对吗 我也是 对 你是科班的 就是我们很早就想当艺人 其实我做演员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那么多 那个状态也不一样 那再说 但是你是不一样 你是等于像挖掘明日之星这样 哇 对吧 这样讲有一点严重 我觉得我是被推进大海游泳的 对 我是一个汗鸭子 然后不会游泳 然后结果被丢进来的 不是 你是星探来的 对 不一样 你是星探的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 人家挖掘你 也就是说 演艺圈在你进来之前 大概知道 你想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是读烹饪的 对啰 烹饪 我是读烹饪的吗 我是修理烹饪的 结果就突然间被心探 我自己也是很惊讶 我就想 蛤 去演戏 然后演戏是什么 主持是什么 镜头什么 这一行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这样看 就是看你们啊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是看你们的 是不是很容易 我就觉得很容易 我就觉得艺人 哇 风光嘛 风光啦 一定赚很多钱 开大车 住豪彩 真的啊 你真的这样想 还没有进入演艺圈之前 真的是这样想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你看到多少人 什么住豪彩 我觉得不只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大家 普罗大众都这样觉得 OK 先离不要说 开大车 你肯定不会看到 他们搭公共的那些 交通 好像以前我们搭巴士啊 地铁而已 这个是 那个时候你都会觉得 艺人肯定不会 在这种地方出现 我还没有踏入演艺圈之前 我没有见过两个 但是我见过阿姐 见过 我见过他 我还记得 我很清楚 我知道在哪里见到阿姐 就在Vlog Place 外面的那个 Coffee Bean 刚好阿姐就站在我前面 我整个人傻掉 艺人 就是因为 电视里的人走出来了 对 因为很 那个时候是很难见到艺人的 去讲到风光 我们这里最有发言权就是阿姐 等等 风光吗 风光吗 我眼中的阿姐 风光就是 就是比如说你碰到大型的节目啊 一定是最后 最后阿姐一定是押走出来的 这感觉上真的很风光啊 对不对 虽然阿姐之后才是我了 也很风光啊 但是感觉不一样 我们是主持嘛 感觉不一样 收场的还是你 开场收场都是 全场都是 你知道年轻时候会这样想的 来来 阿姐出来全场难开 站好 很稳 不 她还要转身呢 还有主持人 最终还要听你的Cue 可能大家看到的感觉是这样 对 你自己不觉得吗 我到现在看还是这样 不是 我觉得平时生活一样都很随意的 其实 我们是因为工作 我还排在阿姐后面 出来 也有受益人这种感受 是 你 我每次 我有排过前面 所以我排前面的时候 哇 难得的机会开心 开心啊 开心 但开心啊 这种是一种荣耀嘛 对 你进入演艺圈之后 你会觉得你的风光会在什么地方 怎么改变了 你身兼多职 现在主持 主持 主持就跟亮哥 然后就演戏 演戏之后 你现在就卖东西 做生意 做生意是中 在踏入演艺圈之前已经做过 就在那边被发掘的嘛 第一个生意 然后后面在中途也有做 失败了 然后在现在又在做这样子 肯定对生活有改变 那是一定会 相信亮哥 阿姐都会有这种 这种亲身体验 对我而言 你说 好赚吗 那个不一定 特别是我们当主持人的 我觉得更难 因为主持人真的就像那时那个谁啊 我记得有一年的红星大奖 那个 陈柏翔 是陈柏翔吗 香港那个名主持人 他就来他讲了一句话在台上 他讲 一个主持人需要十年 十年的时间让人家慢慢去认识你 而且可能主持了十年后也不一定有人认识你 对 但是演戏不一样 演员可以可能一部戏 他入行的第一年 哇他演了一部很好的戏 很好的角色很收 他那个角色大家都很喜欢 不记得他名字 至少记得他戏里面的名字 就好像比如说 好像阿水 文勇大哥 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叫阿水 这么多年了 三十几年了 红的几率比较大 比较机会比较高 你呢 我觉得我看官不一样 他的讲法是可能他用 他用他香港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制度里面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 大家都看电视的时代 而且香港就是 他们的剧是很厉害的 主持人很多嘛 他们的剧里面 就是会塑造人物 所以突出的机会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做艺人 风不风光 我觉得是风光的 我的看法 当然这个风光呢 我觉得很大的比例上 是人为的 就是要幕后 好不说我们现在录影 其实大家看到 有很多的灯光 有很多 因为你演艺圈 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配置 让它风光起来 人家才会看嘛 要不然你想想你看什么呢 我们本人 我们也是普通观众 好像你也看别的艺人啊 或者别的国家的艺人啊 看戏啊 如果所有的明星 用包装的意思什么 对对对 哪怕一个颁奖旅 如果大家全穿着 牛仔裤T恤 这样 你就会 这不是风风光的问题 是观众也需要这种风光 所以应该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应该请 几个保镖每天跟随着我 然后请一个人在意我 可以咧 这样就是很风光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所以每次那种超级男人 一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没有钱 没有价格 其实我觉得这个风光 大家都看在眼里 可是还是有很多 为风光而要付出很多 不为人知的东西 哇 太多了 我觉得困扰比风光多 你做很多生意嘛对吗 有没有人因为 哎呀Ben 哇这样有钱开这种档啊 你 给抵抗啦 就比较多了 真的好 他们常常会误认就是说 你做生意就是大老板 哎老板老板老板 但是每个人就是看到 那个风光的那一面 就好像艺人来 哇阿姐 哇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后面 其实很辛苦 因为先讲拍戏 拍戏 我们要挨叶啦 要背台词啦 要很专注啦 要懂得 好像我一开始 入行的时候 我根本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在镜头表演 表演表演 表演到镜头外了 还不知道还在继续演 然后那边的后面人在那边 啊你在做什么 甚至只是 入行第一次的那一个镜头 只要看左看右 对了20个对 到现在还是一个笑话 但是没有人懂 这些后面其实 啊这些心酸 因为我们不一样 我没有从零做起 阿姐就没有这种辛苦了 哦对 你从开始就是第一位的主角 一直到现在 也是很辛苦 那你的辛苦在哪里 其实因为辛苦啊 他说因为我是 就是得了冠军入行 所以大家对你有期待 也大家对你有一种 不屑 那个就是压力 公司之间其实有排挤你的 比如说 工作的时候 大家排挤你啊 不跟你说话 就是不跟你说话 就是女生 女生一团就是 专权不要跟你在 不要跟你交流 就比如说你来到化妆间 突然间你来 这个 不跟你说话 那个时候这些 不跟你说话的人有谁 可以跟你说啦 没关系嘛 这不理你啊 还有没有在 有 也有在 就是不理你啊 就不跟你说话啊 然后就不踩你啊 就是你会觉得就是 不会在群里面 然后拍的时候是拍群戏 我们是群戏 可是就被割了 被边缘化的 对 被边缘化 然后就自己吃饭 我觉得 这很明显 我觉得难免会这样子 因为毕竟前面的可能熬到半死 我都没有这种融蟹 可能他们在这一行 挨了很多年 对 然后我换一天进来 就这个人名字很快 观众记住了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是蛮轰动的 对啊 对啊 那当然啦 当下就是大家会觉得 哇 为什么可以跳舞 我原本要演十年才可以做主角 对啊 心理不平衡 当然啦 这个不平衡是人之常情 对啊 所以那么慢慢就去 哇 为什么会 这边工作的时候 不是这么顺心 然后一直想表演 表演不是说会就会了 演技术真的不是说 你会演就演的 就是真的里面还蛮不容易的 很多技术的东西 你没有同行排挤的问题 哇 幸好我还没有啦 因为可能人家看我都是傻傻的 不要紧 所以这个没有杀伤力 不够承压力 没有杀伤力 不是 亮哥看到你 你怎么会有杀伤力 不是 这是什么 主持啊 主持没有什么这种排挤的 因为人少嘛 我跟一凤常常讲 我们受排挤的时候 我们被戏剧组排挤 排挤你们 不不 理论上应该讲 我相信是某某人 他是戏剧组的一个员工 现在就不在了 也不是负责 应该是经历人这种位置 当年 就是我们在外面全部彩排 彩排完了结束吃饭 他就来照顾所有的艺人 但是就除了我跟一凤 啊 OK 所谓的这样的排挤 不是艺人跟艺人之间的排挤 但也很难看 那种好比说我们 我们三个人刚刚在聊天 OK 来讲话讲话 忽然就他过来 你们两个 哎 吃饭了 姐要吃东西吗 姐要吃东西 然后就没有完全 对 完全忽略我们 后来我跟一凤两个人 我们去找找找找找 看到一群跳舞蹈的舞群 对 坐在地上拿着盒饭 我们就问你们喝饭哪里里 也OK啦 也没有委屈啦 那个也是天生发的 我听起来我真的觉得是委屈的 我就跟一凤我们两个相互打气 不是 没关系嘛 台上不就还是我们两个人吗 对不对 对啊 这样是红松大甲 怕什么 整晚都是我在台上讲话 公司里面可能人事上可能难免 因为演艺圈人家有说这个利益圈嘛 可能会有一些排挤啊 演员有没有比如说抢角色 这里还好像没有这样的情况 真的吗 有碰过吗 你有碰过 没有碰过吗 没有 那我们问错人 他没有这种困扰吗 我知道有一部戏就是要我剃头 剃光头发的那个 好像在出路 那部戏 后来美真演了 对 那时候这个角色就空 然后他们有人说 对 本来我演剧本说 其实他只有那一叉 他就为了反这个婚姻 他就当下那年代 要把头发就这样剃掉 然后我后来说那戏很多嘛 他说没有 就是那一场 不是 我剃完之后 我接下来要多久把它长回来 那段时间我要做什么 不是说我不剃其他东西做 然后我说如果可不可以做头套 还是不用剃光吗 假的 找人家带头 不行 我就是要这样 你从此有没有得罪这个人 好像有 我觉得要吞 吞 对 吞什么 吞委屈 吞 怨言 你有遇到过来 人家讲四个报告 对 什么 这真的是难免 这个算就是压力 我刚才就想问了 艺人觉得好不好赚 就好像人家讲你卖猪肠粉 对不对 他家的猪肠粉很好吃 谢谢 然后我常常听到人家给我的回答 好吃 很贵 他一定赚很多钱 平反一下自己 所以我想要平反一下 就好像你所说的 就是购买太高 利润太高 没有 但是你要想一分钱一分货 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要包装 这种都是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他们只是看到价钱 这个是 因为出场粉在巴萨里面卖的价钱是多少 是 比较便宜一点 是多少 你的是多少% 对 比起来大家就会觉得 但是因为我给的料都是 顶尖的料嘛 那个酱料都是那些顶尖的酱料 好的酱料 没关系 什么牌子都有高端产品 对 但是 长粉中的高端 长粉中的天花板 那很牛啊 真的 除非今天我卖贵 又包装烂又不好吃 那我该死 但是如果今天我给 至少我给的东西是 足的 我卖那个价钱 一定有我自己的道理 有压力吗 这个就有压力吗 没有 但是我跟你讲 当我卖这个猪长粉的时候 哇 出去 然后 当然有买的人 他们给的那个 feedback都是很好的 但是那些没有买过的 哪怕就是好像有一些 社交媒体的那些 平台 那种很多人看的 但是他们的comment都是很负面的 所以 我其实我已经很习惯 因为我们做这一行 已经很习惯 这些负面新闻啊 人家骂你啊什么 一开始当然 刚入行的时候 我会很在意啦 过后久而久之 就当成是消化了 就不去理 但是我的partner 他讲 他一看到那个 为什么每一则都在骂 六十几个comment 全部都是不好的 我去跟他讲 我跟他讲 酸民 我看你放轻松 因为你跟艺人合作 一定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你不用担心 只要给他们讲而已 你不要去读就好 是不是普通人看到这个艺人表面 不大理解我们工作中的辛苦 要保持状态也很难 然后 而且情绪也很难 你懂我们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情绪吗 每一个人都不能持续 可是你进到 你进到片场的时候 你工作的时候 好像你现在来到片场 你要把你的情绪 完全抛掉 要抛掉先 然后进入这个状况 所以而且 有时候拍戏的话就不一样 拍戏你很多情绪的变化 就像你看戏说 他开门进来 他哭了一场 你家里办伤势的 然后就接下来什么去旅行 那个情绪 你看的时候是跟着走的嘛 可是我们拍的事是跳的 刚入行真的是有点疯掉的 错乱 这个我也是有经历 就是其实不是一时是常常 当接到那种压力很大的 节目也好 戏剧都好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可能回到家里就是舒服圈 在外面可能我还要 还要在压抑着 但是回到家就是放松嘛 然后太太就 就有时候跟我讲一些东西 但是我没有在状态 因为我一直在想着这个工作的东西 对 然后他就觉得 为什么你这样子 他就直接跟我讲 你自己工作压力是你的事情 你不要把他带回家 那我要带去哪里 我在工作那边也不能带去 回家又不得 最舒服的地方 我也不能释放自己的 自己的那些压力 对 很辛苦 然后就跟他一样了 吵架了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 不像人家 真的有的可以office锁住的 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我们一定要 一定是当下 拍戏的结尾之后 回家再做工作 我拍戏的时候 我常常跟家人说 OK 我要开始拍戏了 我跟你说 这段时间我就 你们不要吵我 我可能就不会在家 可是很心痛的是 常常我不懂了 我的孩子有时候 会跟你说 我很久没有看到妈妈了 然后哇 你听到说 你 你们会觉得 男艺人大概就没什么压力 男艺人有什么压力 有啊 男艺人很好啊 早上来 五分钟就可以走了 OK 我讲我的经历 那个时候我跟凤姐一起拍那个神前王 第一系列 我是用我自己的头发 去做成那个猫王的造型 那个 那有造型表书 那个头发 一个小时 一做了我就后悔了 一个半小时 要做那个发型 那你是没有经验 我不可能要求这样 我不知道 然后就做的时候 就做做做 然后凤姐是很快的 他直接放个耳朵 他就出去了 对 所以反正是他在等我 哇 那个时候每次做做做做做做 哇 真的要做一个小时 提前一个半小时 很怕人家等你对吗 对 然后还有迟到过 然后结果给凤姐骂到半死 都有 我觉得有一样东西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做演员的事 没有MC可为 每一次去看医生他问 你要MC吗 蛤 MC 我就很困扰 我要吗 我就跟他讲我不要 我讲 因为演员只要你可以走 可以讲话你就要出现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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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打针尾有一次 有一次出国拍节目 那时候我是跟Apple 彭一新 我们在在KL 拍一个 就是吃和玩乐 哇 要很high的一个节目 然后 那一天早上一起来 哇 状态就已经感觉有点不好 知道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 然后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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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中途的时候 拍到中途的时候 就开始发烧了 我就吃Panadol 吃了然后就继续拍 拍拍拍拍拍 哇 去玩过那个4WD 过山车啊什么有的没的 然后玩到又很晒 然后又开始脱水 然后就开始又再发烧 又再吃两颗 然后又再拍一直拍 拍到晚上不夸张啊 体力才消耗太多了 对 到晚上的时候 隔天一早还要拍 他们就带我去看医生 掉水 没有 去整所看医生 那个医生我就跟医生讲 我讲我明天还有工作 什么办 他讲我帮你打针 然后他就说他要打屁股 我讲我从来没有打过屁股 然后我就讲 可以不要打屁股吗 我还正面跟他讨论 我说可以不要打屁股吗 而且是女医生 我讲打手对不可以 他说不可以 一定要打屁股 这种针最有效是打屁股 然后他讲你怕痛是吗 我就说我怕痛 他讲我慢慢跟你打 他真的慢慢打 那个痛点是从这么宽的点 一直缩小到这么小的点 他打完我差一点晕倒 然后我这样爬着出来所有的工作员看到我 他们在那边一直笑一直笑 他们讲做什么 我讲很痛我受不了 但是那个真正的很有效 隔天我又再好了又再继续拍 我也 这个就是常人不会做的事情 对我们我们艺人真的是那个 我觉得那个自律跟那个抗压能力很强 对啊 你 我真是发烧到我整张脸都红到整个身体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是跟 我忘记是跟谁拍一部戏 在一个团队没有拍过夜 我高烧到我都穿那条线 然后打灯的时候 你懂我把那个裙子是这样掀到这边来 因为我是热到整个那衣服又紧 里面内的 其实讲白了很危险的 如果脑烧坏就坏了 对那时候我不懂 可是我们演员不会去顾这个的 我们以前真的很难挺 以前没有说生病就不可以来拍戏 你只要能走你就来拍戏 而且心里会觉得我很专业 有一种 而且还有一种觉得好像应该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的人 没有的替换 好像比如说在公司工作 对啊当然了 出演的没有外个人可以做 对因为很多人不懂 以为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对不对 你没有来没关系啦 我们就拍两个人 可是你还没有看到后面有多少人 是在 就好像我的 在等着你开工 对好像如果早上的话 我如果生病我很怕MC说 跟他们说早上我不能来上班 因为早上有 找那个 就是说找地点的地方 那场地要给钱或场地要借 他可能这个礼拜十 或者这个月只有这一天有空 对好像我们机场只能去一次 一个月只能去一次 然后幕后工作人员全部安排好了 然后所有东西好像要借的东西 还是什么东西的联系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责任很大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病 要么哪怕爬不起来 你就很有爷爷又犯罪感 对 这很内疚你的很内疚 我的错我的错对不起 我在印尼拍外景 就高烧高烧到一直吐 没有办法 他们让我躺在那个酒店 他们在外面拍已经最后了 我坚持做完closing 带去医院医生说没事 可是我一直烧 飞回新加坡再进医院一查 Dengue fever 他们居然没有查出来 幸好你没事 幸好你没事 还好你回新加坡 就是还好最后一天 如果不是最后一天 没有得回啊 几十年没有烧成这样的 做艺人幕后的压力 这是压力来的 另外呢就是其实面对大众 我们也有一种压力 你随随随地有人跟你合影 你都要拍照 是啦 就听过钟晴不是老讲一个 他送大哥哥出国 哭到乱七八糟 在机场 走出来人家要拍照 钟晴是很友善的 通常都会 那天他眼睛都腫了 都腫了 不好意思我状态不好 那个人说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他们是会这样的 他回来讲我觉得很经典 那个人说没事没事 我也是有中国 在健身房 对我说汉啊 对不对 对我健身房 那个人是没有来跟我说要合影 他是 我是怎样发现这个东西是 他去写在一个 就是社交媒体的平台上 哎呀这个艺人很 很耗脸 很骄傲 很骄傲 然后那边写 在健身房的时候 我跟他笑他没有跟我笑 我可能在那边举中举到半死 你在跟我笑 我怎么笑 我也有试过有一次 我很小的时候 我带孩子去一个 外面的游戏 然后孩子在玩 我就坐一边嘛 然后就可能被人认到 我就过来的时候跟我拍照 我说 不好意思我可以不要 他问我说 可以拍照 我说不要了 我没有化妆 所以说我没有状态 我说可以不要 而且很多人嘛 你一拍就很多人 我就不要 然后就走回去了 就很 就开始 就 说什么 我就是 我疯掉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整个过程里面 我还一直越讲 越大声 他故意要给你听 对 他是故意讲给我听 对 而且有过游戏 游戏的满场 然后就觉得 真的很骄傲 跟他拍照 不要给我拍 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就是有时候 我们的 不是在那个 状况 那个状况底下 因为有时候也是有我们的 私人的时间的时候 然后也不想被打扰之后 我觉得新加坡人都很体谅的 他还是OK的 对啊 就是大家都觉得 我们艺人喔 是前途无量 你觉得 另外一个 什么艺人做什么是最好赚的 当然不能横向比较啦 因为每个市场不一样 我觉得你看在其他国家 艺人的收入可以是 可以变成一个娱乐新闻之一的 比如说2022年最赚钱的艺人 可是在新加坡范围之内 艺人算赚得好的吗 我觉得不错 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如果 以新加坡的市场来说 我们这么小 对 就是大家一起工作人士 然后我们的艺乐圈 也不是说非常蓬勃 就主要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商业的职业的话 就在新加坡里面 我觉得他还是有市场 不是说好不好赚 就是还有市场 就是你看慧玲 慧玲本身她就本身是一个 她可以是W degree 她是一个律师来的 所以那时候我一次聊天 就跟同事聊天 就讲 其实慧玲当律师 她应该赚更多钱 然后可是我从 我这个同事里面的口中 跟我分析之后 我会觉得 我自己的见解可能有错了 她说她做 她这个文凭她可以当律师 可是她当艺人 这段时间 她赚的钱 可能比她当律师赚的钱 会比较多一些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她现在是当红 对对对 所以她当红她赚的钱 是会多的 所以这句前提 当红 你做副业是因为不好赚才做 还是很想赚更多才做 OK先讲 一开始我做生意的原因 是因为 为了要达成自己的梦想 因为我很喜欢服装嘛 所以我就去做这些服装的生意 然后当然就失败了啦 然后演员你说好不好赚 我们演员其实是像股票一样的 可能这一年很好赚 而明年可能真的是完全 亏着做 也有可能很难讲的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起伏 是很大很大的 当然也有些真的是平不清云这样子 但是有多少个是这样子的 很少的你知道吗 所以 为什么要这样这样这样 没有没有刚好我比到这边啊 然后我们的收入是很不稳定 再加上很没有保障 所以对我而言我又是家里的唯一自主 因为我也不可能演一辈子的戏 主持一辈子不可能 所以然后再加上 像我在演艺圈说真的你说很好吗 也没有很好 说不好吗 又没有不好 所以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做生意就是想要 做一些事情 给孩子看 然后希望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留给孩子 有没有人加入演艺圈 加入新加坡演艺圈是为了赚钱呢 有很多人 很多都是啊 因为要聊这个话题我自己想一想 这不同时代 在我那个时代 不是没有想过钱 是演艺圈跟钱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联的 就是这份工作 对 可是明星也没有给人感觉 他是名气很大 也没有感觉收入会很高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幸福的 就是我一直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你想有这个概念 他可能会失落 会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想好我要赚大钱 一年两年三年 对对对对 没赚到 你预期每个月三十万 没有啦 不是 我还没有当艺人之前 差距多少 我常常就是在想 哇 一做艺人就是 哇好谁料 就是肯定赚很多钱 对对对对 就我刚才一开始就跟你们分享 我就说我还没有当艺人之前 我看到你们 对我想哇 拍一个广告 六位数 你有想过吗 都是爆大树的 大概你会收入多少 就那个时候 一入行 那时候我给心态不一样 那时候我开店很穷 就好像每个人以为 开店做老板就赚很多钱 我那时候在做那个潮湖生意 租金啊各种各样的这个 哇很惨的咧 一个月才赚四百块 所以那时候一入行的时候签约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了吗 去签约的时候 在公司HR就跟你讲 OK 现在我们每个月给你 一月薪是两千五百块 你OK吗 我一看到两千五百块 我眼睛都叮 四百块 这个两千五百块 当然OK啊 而且不用怎么辛苦 那个是每天从早到晚 对我一直在想 哇这个演戏就是演戏 主持就是主持 容易吗 讲话而已吗 讲话而已吗 做表情而已吗 容易啊 就可以两千五百块 OK啊 可是先不说 单从这个角度 还是好赚的 但是如果 如果啦 换句话说 如果我再努力一点读书 然后我再聪明一点 我可能一入行不是两千五百块 很多行业都赚两千五百块 不难的 说真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我们承受的压力 我的起薪是一千 你五十多年前的不一样 什么五十多年前啊 你五早不一样 你入行的时候 你入行的时候 起薪三年 我签合约三年 然后那时候是一千两百块 对可是比你那个时候 同期的年轻人好啊 要拿六百还是五百 六百还是八百 对啊 向云不是老实讲吗 他从那个女工一直来演戏的时候 收入会高很多啊 一定是这样的啦 其实我跟你讲 只是慢慢慢慢工作 那每年 哇 每年就是 他会加你五十块钱 开心得不得了 五十块钱 那是你勤劳的工作 但是你看啊 你每一个行业 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压力 那是肯定 但是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工钱 每个人可能就是说 也有面临被减薪的困扰 这个是肯定都会有 是 但是我们艺人的那个 价值 我别说价值啦 就是他那个工钱 我现在讲工资啦 我这个两千五百块 可能 是五年都是两千五百块 对 对不对 但是其他行业 有可能 你今年两千五 你表现好一点 明年多一点 三千 再多一点 不同人不一样 整体来讲演艺圈 他最大的所谓的好赚就是 他可能会在很短的时期内 达到某一个高度 是 这个高度是别的行业 真的是很难 这么短 就像股票一样 可是也可能 别的行业是漫步成长 你慢慢做到退休 变成manager 对吧 可以深职的机会 我们没有深职不深职的 到下一年 不要讲片酬了 广告商都没人找你了 就全部都没有人 对 这个总之我觉得 做艺人表面 是风光的 而且是一定要风光 这个风光呢 当然基于 是因为 大家的包装 自己要很努力 保持状态等等 一定要需要 你不可能看不风光的艺人 所以我很鼓励 一定程度上的 包括微整形啊什么 你只要不夸张 你把自己弄的状态好一点 没有问题的 但是至于赚呢 我也是这样 这个赚是跟风险绝对挂钩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了解 就是 它是同样的 如果你愿意承担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 对 有的人就是 要稳定就好 而且这一行 要做得久 跟做得好 也非常难 对啊 更哪怕说做得稳 根本都没有做得稳的 这件事 就是讲了 没有公式 没有方式 没有的 这个职业 你不觉得吗 学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接触的人 很多层面的 人事物很不同 从上到下都有 所以很多机会 你很多东西 你会遇到很多挫折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有遇到挫折 或面对的东西 有压力 可是这过程里面 自己一直要去调整 去学习 去平衡 这也是我觉得 很精彩的一部分 对啊 压力大 也有吸引人的地方 要不然没人做了 好 大家是否觉得 做艺人风光又好转呢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这个频道下方留言 真的这么好转吗 对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慧眼说亮话 Podcast这个频道 希望大家分享点赞 记得like and share and subscrib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谢谢 我们是老吗 不是虾 去看看 我不是口吃 我大说的口吃 哦 是大说的 大说的 你自己讲话 我不会讲多量 我不会讲多量 好吃 我不会讲褲子 褲子 褲子 你真的会相信 这样 我也不相信 还姐 我要用炭了酒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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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会带几门出外机 别再轻门在吃掉的